再来看到这样的惊险状况 在满一栏栏小白菜的货车 行经云林契罗镇的一处路口时 疑似货物没绑牢 一个转弯 车斗上有好几栏小白菜 瞬间被甩飞出车外 散落在大马路上 而且当时刚好旁边还站了一命男子 差点受波及 吓了好大一跳 满载小白菜的货车来到路口 一个转弯 下一秒好几栏小白菜 从车斗上飞出来 砸上路旁 我就听到那个菜在滑行的时候 你感到这种菜来着 惊险瞬间再看一次 货车转弯后执行 车斗上菜篮就被甩飞 大马路上出现飞天小白菜 更可怕的是 画面中当时看到一名 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 差一点就被砸到了 我就在看说 我要怎么闪 因为他已经噴过来了 吓到是一定有 尽管第一时间 淡电闪过菜篮 但内心真的吓坏了 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在看水电人员装电灯 险些就被菜篮袭击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没有 没有 他不知道差一点砸到你了 他不知道 这一起金钱意外 就发生在云林县西罗镇 之后货车驾驶 又赶紧回头收拾散落菜篮 索性没有砸伤人 而篮子内的小白菜 几乎完好无缺 对此小运警方强调 在运货物 务必要依规定 捆绑固定好 才不会行驶到一半 不慎掉落或甩飞 砸到车辆造成财损失效 如果因此有人受伤 后果不堪设想 结果争议语林报道